今天是10月18日,星期一 10月份剩下10个交易店 下星期开始,整个大市会受到 职业期指转仓及结算的相关活动主导 我们先看看,上星期五指数最后收在25,330点 相对星期四来说是升了368点 更重要是成交今晚有1796亿 即是整个大市的动力逐步逐步轻轻改善了 支持短期后市有条件进一步向上找今个月的高位 直到现在这分钟,10月份的股市 暂时来说仍然是先低后高 指数是由5日的低位23681点 升到11日的高位25437 即是今个月的波幅已经有1756点 说波幅不算少 问题是一个月的高低位一般情况下 是不应该在五个交易店之内出现 即是只要先低后高形态不变 既然5日出现今个月的低位 暂时的市亦都不会跌下去的话 理论上更加高的指数 应该是在20日左右才会出来 因为一个月的高低位一定是抹开 比较多一些的交易店 这个此其一 第二就是成交金额 身处25000点流上的市 如果成交金额不量例的话 是没有足够动力作进一步退升 但以星期五成交金额到1796亿 动力是配合的 意味着短期后市仍然有机会 进一步向上创今个月的高位 以上周五的指数收在25330点 距离今个月的高位 11日的25437 相差只是107点 理论上 在外围市况进一步做好的刺激之下 市仍然有机会进一步退升 况且移动线方面 10天线已经回到20天线流上 也显示过去10个加月天 股市的走势不单是回稳 而且是处于技术上反弹的势头 大家不妨计计 由6月2日的高位29490 跌至10月5日的低位23681 头尾跌了16个星期 跌了5809点 基本上已经跌的周期 满足了一个所谓中期调整所需 现在是处于中期调整之后的技术上的反弹 何时才能确认这个反弹呢? 由头到尾都要看10天线 因为指数一日走在所有平均而融线之下 理论上是属于浮沉底的架谷 但当指数慢慢走到10天线流上 最低限度已经断定了 这个我说了很多次了 当指数回到10天线 创定在10天线流上 以美着的大市是有机会作进一步反弹 在那一分钟 最低限度不应该去做淡 万种行情归于是 这是一个贴士的分析 指数到底怎样行法呢? 是关乎到分析到底是偏好或者偏淡 这个是没办法去争拗的了 既然大市是有机会进一步向上望的 不妨看一看形态 到底在先底后高下 今个月的升势可以去到多少? 刚才我提到 整个中期调整跌了5809点 其实如果反弹三分一 甚至乎多一些 以美着走多几百点上去 今上不是太难的一件事 只不过去到今个星期四 21日 恒大9月21日的8353万美元的债息 可不可以给呢? 这就是关键 大家要留意这一点 星展有两个衍生工具提供给大家参考 平保有个扩论26171 行使价是66元 到期日是2022年3月 是比较长身的 有效杠光是6.4倍 另外小米亦有个扩论26872 行使价是27.93元 都比较长身的 明年是3月才到期 有效杠光药膜是7倍 相关的股份是近期走势 平保稍微比较硬正 而小米仍然比较反复 相关的资料 想知道多些的 卡进升展网站 就看得很清楚了 我会给你的 您可以注意的 您的信念 您可以帮助 能购买 您的信念 您可以帮助 您可以帮助 您的信念 您可以帮助 您可以帮助 您的信念 您可以帮助 您的信念 您可以帮助 您的信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